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学杂刊 一项研究表明,月球和地球一样,曾经有过很强的磁场 在大约十亿年前,它突然消失了 科学家从月球岩石上找到了磁场产生的原因 流星或小行星通过撞击月球形成新的岩石时产生磁场 月球的磁场从一个非常强大的实体下降到只有0.1V特斯拉 当时月亮大约是今天地球磁场的500倍 月亮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可能与失去磁场直接相关与火星的情况相同 月亮对地球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行星和海洋产生引力 因此,如果它的距离是11年前的两倍 就意味着由于月球的位置变化,地球经历了一些严重的潮汐变化 月球和地球脱离了引力的锁定状态 每年月球都会远离地球3.82厘米 大约40亿年前,月球的磁场大约是100V特斯拉 威力是地球的两倍 不同于之前的撞击产生磁场理论 这些是通过自然火山爆发产生的磁场 而且磁场先前预期的要强大得多 40亿年前到25亿年前,月球的磁场减弱了 然后,在25亿到10亿年前,它下降了100倍 创造磁场的发电机被冷却 这个发电机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磁场又是如何消失的 而一项新研究发现了原因 月球与地球的接近导致液态延新中的各种金属被搅动 于是,磁场就诞生了 而且相当强烈 当地球和月球开始彼此飘移时 地核开始缓慢冷却并导致结晶 结晶过程本身导致金属继续搅拌 磁场一直持续 直到核心完全冷却,磁场消失 那么为什么磁场不能持续更长时间 月球的大小是其中一个因素 因为月球是一个小行星星体 因此它的冷却速度比行星快得多 尽管很多人把火星视为人类下一个殖民地 但仍有很多人觉得应该先去月球 更多的了解月球的历史非常必要 磁场有助于吸收太阳的辐射 这样就不会受到太阳的轰击 在没有磁场的情况下 月球生活将变得困难 这是在月球殖民计划中 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